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英雄联盟第一视角 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Ionia的高分排位的视角 不过多少分段呢,还不能确定 是一个观战模式的 总之我观战我的朋友他是1900 他现在是1900 不过呢,改版之后 改版之后因为这个楼层的这个每个人都会有20%的几率当队长 所以说现在也不确定这个是多少分段的 然后我们先降低一下这个分辨率 不然的话我看的这个视频会很卡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双方的阵容 首先这个紫色方 蓝色方首先就是一个目光之眼 肾的上单 他们是抢到了肾 然后EZ的下路ADC 以及九筒的中单 打野的梦魇 以及这个辅助的琴女 不是,这个辅助的奶妈 然后紫方阵容是这样子的 首先是中单的安妮 上单是这个德马西亚之力 下路ADC 法外狂徒,男枪以及打野的 打野的这盲僧 这个盲僧就是我那个朋友 他打的是一场高分段排位的 然后牛头是选择一个辅助位置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牛头出门 他直接是带了一个鞋子加两个眼的出门 为什么要这样子带呢 因为首先是这样子的 孟严他前期抓人并不强力 他孟严采用的是一个速度到六级 然后呢进行大招转的一种 一种方式的 所以说,牛头带鞋子出门 就比较有进攻性 而这个琴妈 这个奶妈 一般都是选择这样出门 因为奶妈不是很有进攻性 一般说像机器人 以及牛头这样的英雄 他们可以选择鞋子两眼的出门 当然前提是对面的打野不是很凶 比如说对面打野小丑 你还选择这样出门 那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可以看到双方都是正常的开局 可以看到现在双方的打野出门都是选择 选择带这个鞋子三药了 因为现在主流打野 自从这个野怪被削弱以后 现在主流打野都是选择带鞋子三药的出门方式了 这样子可以让你早期的抓人更加的成功几率更加的高 好了可以看到这个安妮很聪明啊 趁着自己有650的射程 可以看到这个酒桶一上来补刀 这个安妮就上来骚扰他 所以说这个高分段 像这种高分段 哪方有一点小失误就很容易崩盘的 所以说一般的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失误 并且医学呢也不会那么快的产生 然后看一下这个 我们分析一下各路的优势和劣势 首先啊上路是肾打这个盖伦 首先你要知道盖伦的前期爆发比较高 不过肾他打的是一个消耗 而盖伦打的是一波爆发 所以说肾啊 如果盖伦能前期能压得到肾的话啊 还是比较好打的 因为肾到中期起啊 起来以后就会比较难打了 而这个盖伦 盖伦他现在自从改版重做了以后啊 他后期能力强了很多 所以说虽然说前期也是非常厉害 不过前期就没以前那么牛逼了 而且呢盖伦他的这个W加的这个东西是护甲 而肾造成了伤害之间是这个魔法伤害 所以说呢也不是很有太用的 嗯 哦 这个 这是我自己的说错了 因为自从这个盖伦改版以后 他这个W W他不是仅仅加护甲了 是把魔抗也加了 好了 可以看到我朋友现在来上路进行一波 gank 不过是没有成功 呃 这个 盖伦改版以后啊 他的Q技能 是随着等级的提升 他的移动速度啊 持续时间也会提升了 而而这个盖伦他这个W 而则是改成了呃 护甲和魔抗的双重提高 然后E技能 E技能改的不是很明显 好的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梦魇一波gank 看看可不可以E的到他 好的 上了虚弱了 如果E到的话肯定死了 好的 看看身接不接得到嘲讽 好的 是E选拿到 不过呢 这个梦魇的双buff也是交了 好的 看一下这个盲僧 有没有机会可以把圣给收掉 好 盲僧一个闪现 好 看一下可不可以用红buff黏上 好 看来这个圣 有没有E技能 这个圣前期 E技能的CD非常长的 好 非常的精彩 好 成功的换掉 这个时候中单过来支援 中单的九手是拿到了蓝buff 安妮虽然过来支援了 不过呢 他也不敢过去惹有一个 有蓝buff的这个九筒 因为九筒他是高了他一体 如果上路这个 其实这个盖伦应该也是有针对性的选择 这个盖伦来打圣的 因为圣上当 如果他六级进行大刀支援的话 盖伦一个闪现过去加Q 那么这个圣他就会直接打断 好的 可以看到下路一波EZ EZ虽然这个因为被套了虚弱 所以说没有成功杀掉对面的牛头 不过这个奶妈是收掉了 然后南枪被逼为家 好上路这就暂时收到这 然后说一下中午方面 中午方面 首先是安妮打这个酒桶 酒桶现在 在大 现在世界的大型比赛当中 出场几率是比较高的 不过国服是一个非常冷门的英雄 我也不太理解 这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他太肥了吧 太嘲讽了 好的 可以看到这个梦魇进行一波绕后 进行一波gank 然后呢 看 酒桶一个大大道了 不过我们盲僧 从后面过来支援 不过呢 这个安妮还是死掉了 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 看来是没有机会了 我这个朋友 他这个等级有点低 我们说一下这个中午的优势劣势 首先 如果安妮 我看一下安妮的加点 好的 安妮加点是现代的主流加点 是主w的 如果这个安妮选择主q的话 那么这个安妮肯定是补到会落很多 因为酒桶 他是一个推线型的英雄 酒桶推线非常的强力的 如果安妮选择了一个主q 那么他就没有推线能力 如果这个酒桶一直qq的话 把变形推过去 安妮塔下补到能力会非常差的 所以说 不过这安妮非常聪明 他是选择了一个主w的打法 而这个酒桶 酒桶他六几周爆发非常强 如果这个酒桶 他的q能持续的q到安妮的话 那么酒桶他的这个伤害是非常高的 其实你们不要小看酒桶的qq能这个伤害 这个是这个酒桶qq的伤害真的很高 并且有0.9的法术加成 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技能 而且这个酒桶他也不请人在收四分帮 现在7分钟已经补了将近50个刀了 领先了安妮12个补刀 但是安妮他并没有选择出多篮剑来选择这个过度 而是直接选择了一个裸860的8棒 因为他觉得如果要跟 因为这个是这样子的 安妮他选择这样出装是有原因 首先这个酒桶他的被动是每用一次技能 都会回复这个生命值 所以说安妮如果出多篮的话 跟他拼消耗应该是拼不过 所以说安妮直接出这个860的大棒 想6几周打一波 不过呢没想到他这个现在是线上有劣势 所以说现在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局面了 因为安妮和酒桶6几之后爆发都不俗 所以说他们两个是争锋相对的 这个时候孟严又进行一波绕后 应该安妮这是要跪了 孟严这个时机抓的是非常好 并且呢孟严是意识到 这个酒桶6几之后啊 他的大招是有个击退效果 所以说配合抓人的能力是非常强 所以说这个孟严也是来队的时机 配合酒桶非常好造人击杀 所以说孟严他基本上都是考虑去上路和中路 啊进行抓人的 而并不考虑下路 因为下路 下路这个EZ加索拉卡 他并不具有进攻性 他打的是一个消耗的流 所以说如果下路他们的辅助是风女啊 或者宝石 那么孟严可以考虑去下路抓 不过呢像这种情况 像这种情况他们不考虑去下路抓的 因为啊哇这个EZ这个大量了 直接收掉了这个盲僧 好的可以看到孟严进行一个大招支援啊 成功的把这个男枪给杀掉了 好吧现在可以看到 南方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基本上这波学年不会很高 如果这个南方不会浪的话 好的这个牛头应该也是要贵了 啊中路的优势的烈势就暂时说到这里 其实如果这个盲僧前期来多抓几下这个九桶的话 这个安宁应该还是比较好过的 因为这个九桶他前期推卸能力比较强 虽然说有意见的呢逃生 如果呢这个盲僧在九桶使用了一技能之后 呃再上去抓人的话 配合安宁很容易造成击杀的 因为安宁首先他有一个先手控制 毕竟他每个技能范围都比较大的 所以说呃这个盲僧应该也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或者说他的这个劣势比较大 需要迅速的刷野升级 然后这个下路方面 下路方面是南枪南枪配合宝石打EZ配合索拉卡 哇这南枪这疯了吗 我这实在没看明白 南枪这卖萌 呃下路的优势劣势情况是这样子的 首先EZ加索拉卡这套组合打的是一个消耗流 而南枪配合宝石打的是一波流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个EZ EZ加索拉卡不停的消耗对面 EZ啊这个南枪加宝啊 加牛头是没有办法的 其实像南枪加牛头这套组合 他们应该前期就应该打得非常的凶 也就是说 他们在一啊两三级的时候 就应该牛头直接闪现Q加W 来对对面的EZ进行消耗 因为这个奶妈前期的能力非常的弱的 奶妈他前期 首先技能CD非常长 并且他的加水量是非常的少 呃 所以说 如果南枪啊 牛头选择了前期 闪现直接闪现到EZ脸上 也要Q加W 那么这个南枪肯定是可以打得非常的顺 因为南枪他是这样子的 只要前期他顺起来的话 后期啊中期 这个EZ应该会被一直压下去的 因为南枪这个英雄就是这么霸道 而且牛头他的这个进攻性也非常强 如果南枪在下路一旦打出了优势 牛头只要一站在草丛 对面的EZ都不敢过来补刀 可能他们也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虽然说我 诶 这卡住了吗 好吧 这是卡住了 诶 怎么这飞到这去了 好吧 这应该是一个bug 我也不知道刚才有什么一个情况 我自己也没用过没用过 用过两三次这个观战的模式 所以说也不是很了解 好的 刚才可以看到一个细节 牛头WQ连击的同时 EZ马上加一个E技能 呃 因为是这样子的 其实EZ的E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技能 比如说 比如说对面 呃 对面这个 好的 先看一下这波game 哇 这我都还没看清楚 瞬间就死掉了 呃 是这样子的 首先这个EZE技能 它是个位移技能 并且它的位移的这个长度 比比闪现的还要大的 大很多 所以说EZ的E技能 千万不能作为一个先手技能来使用 它必须要作为一个后手技能 不过呢 有一点要注意就是 EZ它这个E技能 它可以躲很多突进技能 呃 指向 呃 这个指向性突进技能 比如说这个牛头的W 如果 如果在牛头的W期间 这个EZ瞬间加这个E技能 那么 它的这个 牛头的WQ连击就会马上被取消掉的 这一点是这注意的 好的 现在可以看到 12分钟的比赛已经打到17比4了 我觉得这个场比赛应该也是没什么悬念了 这个 没想到这个 非常的纠结啊 这个1900分段左右的一个分段 这样打的这么纠结 可以看到这个 牛头的爆发也是非常高 一个 大招加Q技能 它基本死掉了 哇 可以看到 看到一个细节 好了 我们往后 往后到 这时候可以看到 牛头一个大招 把这个南枪往后退 南枪非常聪明 好了 我们现在这个放慢镜头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九筒一个预判是 预判到了塔下 不过呢 这个南枪非常聪明 他没有并没有往塔下走 并且这个时候 尽全力最大的输出 在临死之前 马上接最后一架平A 因为是这样子的 刚才那种情况 南枪看到了对面的 九筒有双buff 要走肯定是走不掉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他利用塔的优势 以及自己的 这个技能 完成了塔下的反射 这个反射非常精彩 我也是第一次 做这种观战模式的视角 如果有电信医区 两千分左右的人 你们也可以交我好友 我会定期的 做一些观战模式视频 现在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南方的经济 是领先对方 领先对方 七千块左右 所以说现在 子方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 并且打到这个时期 圣其实是不太怕这个 不太怕盖伦的 因为圣的强势期在中期 他的中期 恢复能力非常的强 他一个Q加平A 他就可以回复 100多的血量 所以说你这个 你这个谁 这个什么 盖伦想跟 圣在中期的打出优势 非常难 所以说盖伦这个英雄 非常依赖前期的优势了 现在他基本是杀不了圣了 然后这个九筒也是非常的顺 拿到了七个人头 死了一次 好了 看一下现在什么情况 好 就等一个Q技能 Q到一个E技能 打到了输出了成功的伤害 好吧 这比较纠结 好 九筒一个大招 加明 明 好的 我们继续回放 看一下刚才那个镜头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精彩 好了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我说一下这个细节 九筒他这个E技能的使用 他E技能是这样的 为什么他刚才E技能 造成的伤害会这么高 因为他E技能 他有一个分 分坦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说 如果他E技能 E到的人多的话 他的伤害会分担的 如果他E技能 只E到了一个人 那么他这个人 会受到全额的伤害 这点是值得注意的 所以说九筒这个 英雄比较冷门 我也是给大家普及一下 这个九筒的知识 好了 E技能E到减速以后 直接一下平A收掉 好了 这个时候 看到九筒 追盲森的一个系 一套细节 好的 用一套E技能 用个大招把盲森击退 好的 可以看到一个细节 就是他先使用了明火 再使用了Q技能 这样子可以尽可能 造成这个明火的最大伤害 然后呢 梦魇一个大招 飞到南枪身边 顺利把枪杀死 这个也是过来 混一个助攻 混一个助攻 好 我们把这招没用的 快进掉 好 现在是一个 鸽子回家的节奏 好 现在只这样子一折腾 这个 蓝方已经 领先了 一万一千金币了 而且这个 中单的酒桶 非常的肥 基本已经无人能敌了 并且酒桶的几次支援 都非常的到位 以及这个梦魇 进行了几次中单的支援 都让这个酒桶 肥了起来 然后现在上单 顺对盖伦 基本没什么压力 主要还是 对面应该是没什么 哇 这个直接挂机了 没悬念了 我觉得这就应该 基本要GG了 其实大家 大家不要觉得 这个高分段 挂机的就很少什么的 其实这个高分段 也是有挂机的 还有那种 呃 挂机黑的 就是说 啊 比如说像这种高分段里面 你骂了谁啊 什么的 啊 那么他们就会加好有摇呢 跟你一起打排位 然后呢 就挂机什么的 因为像这种高分段 一般上一局 接下一局 匹配到的 这个人 基本都是相同的 哇 这个牛头 牛头亮了 直接一个QW 把 把那个酒桶给顶回去 这个把我给乐死了 好吧 这个 今天的比赛要到此结束啊 虽然说 这局不是很精彩 一个碾压局 不过呢 下次 呃 我会尽量 啊 我下次 因为我还有一个好友 是一个2100分段的一个人 下次我可以考虑做一下他视频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朋友是1900的 应该 现在估计应该掉到1800了 呃 然后 今天的解说就到此结束吧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